本节目由来这里逛新品的天猫官方新品频道 天猫小黑和独家冠名播出 这阵子安州拉baby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回去陪伴小海眠 实际行动证明好妈妈形象不是靠人设塑造 就在昨天下午又有网友爆料自己偶遇了杨颖一家 激动发文称在上海迪士尼偶遇漂亮姐姐 人人都快美真人真的美皮肤也俱好 哇我看到了安州拉baby 哇你看啊 哇圈圈也看到了安州拉baby啦 当天baby身穿白T头戴白帽 与身边穿着黑T扎辫子的妈妈一起在小海眠逛迪士尼公园 小海眠带着一个超大的敏老鼠帽子 暗暗静静稳坐婴儿车 不哭不闹相当听话啦 网友也很贴心只放出小海眠背影 没有公开其正脸画面 但好事网友的注意点却是 仍然不见黄晓明与家人同胖 再次缺席家庭亲子活动 认为二人的婚姻耐人寻味 哎圈圈就纳了闷了 各种澄清辟谣之后 你们怎么还不罢消 到底要寻什么味儿啊 律师寒浪吗 麻烦各位 这就是一乐圈每天早晨八点钟准时打卡上线 我是今天圈主播西西 本节目由来这里逛新品的天猫官方新品频道 天猫小黑盒独家冠名播出 最近呢马天宇又又又又又又表白王妃了 她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PO了两张图片 其中有一张呢就是偶像王妃的造型 她表示自己这一辈子啊 只喜欢过两个绿头发的女人 其中有一个就是王妃 看来呢明星追起情来也是很疯狂的 那我们今天就发起一个话题了 大家喜欢的超过五年以上的明星都有谁呢 欢迎在评论期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好了 接下来就是每天玩小编练导图写的圈中猛料 一起来了解一下 离婚后的王宝强马荣真的是老死不相往来了 连孩子奶奶初遍 马荣都毫无顾虑的选择带女儿度假 反倒是宝强的女友冯青 在现场忙前忙后 给瓜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然而这前几天爆出的冯青早年大尺度泳装比赛账号 昨天网上又爆出她一组 疑似身处夜店嗨玩的照片 质疑其可能也不是个安分的人 照片中的冯青染着一头金发 白色内搭配白色外套 把她晒整小麦色的皮肤衬得更加健康 但中出镜的她开心的与各国好友一顿猛怕 可能是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敏感的网友立马亮起警灯 小冯曾经也是很疯啊 一个玩疯的人要收心可很难的 但去圈圈观察 她现场的朋友们看起来也并没有网友口中的花枝招展不正经 更像她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时的聚会活动吧 有顾激的网友开潘 就王宝强这学历长相 看上她的必有所图 我的天哪 你这畸形的价值观 圈圈一下子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在骂每一个 为了心中的哀悼 再陈年跨也要撕起来 近日杨幂粉丝和赵丽颖粉丝 就谁是2018年年度流量冠军掐了起来 只因某博主一条卫视排名帖 其内容显示 赵丽颖主演的知否在央卫总收拾排行榜上 位列第五位 收拾榜上拿下榜眼 然而在萤火虫们喜大普奔之时 杨幂粉丝却一盆冷水表示不服 晒图立正杨幂主演的谈判官才是2018年年惯 而显示正在热播知否只排在第九 并质疑赵丽颖又买水军刷收拾的嫌疑 严丑两方陷入混乱 博主出面安抚 称这次排名水分不大 告诉大家水分大的只敢买到0.9 这下好了 直接点燃蜜蜂木火 赵丽颖都买了208个热搜了 又是批刹又是结婚甚至怀孕都用上了 气急眼的萤火虫也不甘示弱 翻出去年人民日报的评论 有些电视剧披着现实题材外衣 本质却是偶像剧 以此来打脸谈判官 而且同样晒出卫视2018年收视图 打脸羊蜜粉丝 听得脑人疼的圈圈 就弱弱说一句 不如大家改比正主未来的新作品 这样多少丝的有意义点 前不久王思聪因为带新女友王静雅 车街走上了热搜 但这新女友才出场没多久 就疑似分手了 昨天王静雅在社交平台 晒出一张佛系图片 并配上文字 见好就收 还有三个微笑的表情 这内容虽然不多 但是也足够让寡友们发挥了 这是分手了 但这分手了咋还发笑脸呢 寡友们又来解读了 可能是在一起过 盈利双收就满足了 这强大的脑补能力 不当编剧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还是有信心寡友发现新证据 前几天王思聪现身胡征买梅花露时 陪在身边的女孩似乎就不是王静雅了 要不怎么说咱寡友眼睛厉害 那么多人看正面都分不清的一众网红 寡友靠头发丝和背影就认出谁是谁了 不过不管真假 寡友都说了 这铁打的思聪流水的网红 分手早就不足为奇了 哪天要是准备结婚才算大新闻 俗话说女星怕撞杀 男星怕撞脸 这不 昨日徐征沈腾两人一换脸上的热搜 承包了网友们整整一天的快乐圆圈 这这这真的是两个人 简直一模一样呢 而就在圈圈快要眼瞎投降时 有网友递来小超表示 看褶失头 嗖嘎 果然左图褶子少点的是徐昭 右边那张才是沈腾说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 这个hard模式太hard 要看了很多遍才看出来 且两人换脸毫无违和感的说 还有网友认为 这两张照片是沈腾素颜和滤镜的区别 左图的徐昭是沈腾一不小心开的美颜模式呢 而更有网友震惊表示 原来沈腾是戴了假发的徐昭 徐昭是剃了头的沈腾 面对网友种种调侃 两位正主也有话说 最近安卓拉baby和吴锦岩的名字 常常被网友放到一起 这俩人有啥交集吗 原来是有网友指出 最近吴锦岩从服装到造型都和baby很相似 怀疑吴锦岩才刻意模仿 从网友整理的图片来看 两人确实有着许多相似的造型 黑白拼接长裙配中分微选发 蓝衬衣黑半裙 加黑长直空气流海 相似的发型 相似的妆容 甚至很多次连拍照的动作都一模一样 也难怪网友会怀疑了 不过此前就有爆料超 吴锦岩挖走了baby的化妆师 妆容都出自一人之手 相似也情有可原 如今看来 这是造型时也要跳槽了 不过还有网友表示 女明星的服装发型本来就容易撞 真要找相似的造型 每个女明星都可以找到 要不怎么说美的事物都是相似的呢 要千千说 两人都是娱乐圈小脸美女的代表 本身的长相也各有客色 与其捆绑着比来比去 不如大家独自美丽 此前谢娜就多次自爆 和徒弟杨迪是抠门派的代表 昨天可算是让广大网友都近距离 围观了一回抠门派的高手过招 谢娜在个人主页 筛出了一张和杨迪的聊天截图 并配文写道 和巨星杨迪约了去看话剧 七点多的话剧 他说四五点到我家来叫我 我怀疑他想来我家吃饭 并开门见山回答 不用来这么早 是想在我家吃饭吗 为了让谢娜安心 杨迪特地回复 我吃了再过来 放心吧 为了以防万一 师傅谢娜还是想好了应对的招 那你就从进口超市 带点贵的水果来 这一番斗智斗勇 也是把网友们都看乐了 这是反蹭吃吗 真是抠门与抠门的强强对决呀 就在网友们都以为杨迪会直接回复 无趣了剧场见识 没想到他却回答 进口水果不一定好 老家的李子熟了 整一袋如何 这暖心又省钱的操作 实在是高啊 近日苏醒被拍到在某篮球馆 与好友打篮球 虽然个子不高 但苏醒在篮球场上的表现 依然可圈可点 最开始时 他潇洒越过众人的阻拦 却投篮失败 不过当苏醒寻找好机会 再一次拿到球后 只见他迅速跑向自己的场区纵身一跃 就将球投进了篮筐 最后苏醒只要抢到球 几乎每个必进篮筐 没想到身为资深足球迷的苏醒 篮球也如此厉害 圈圈刮目相看呀 运动结束后 苏醒与好友坐下来休息 随即苏醒边聊天边脱下自己的鞋袜 并用袜子擦了一下脚 也是相当不拘小节 但不久后 他对着手机开始整理起自己的刘海 如此注意形象 这还是刚刚那个袜子擦脚的苏醒吗 整理完毕后 苏醒与好友 以及一位美女前往便利店买东西 随后来到坐假前 苏醒将行李放到后备箱后几人一同离开 到达苏醒小区后 苏醒独自下车回家 一直调侃自己过气的苏醒 这小日子可是过得相当滋润呢 刚刚上线的这期极限挑战 成员们来到了千年古镇礼装 而这次默契合作的罗志祥张艺兴 绝对不只是可爱的珠阳和铁 那可是老狐狸和小狐狸的完美佩戴 他说脚不能超过哪根线 他说脚不能超过 不不不你记得 极限挑战红了一个以前用过一招 脚不能超过吗 好 就如果 比方说啊 这里这里到 这里都是干什么地方 为什么现在这么空空荡荡的 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李放的一个 抗掌画成练馆 不愧是几条老人 不仅懂得利用规则 还知道新成员就是用来坑的道理 怎么样 四号最大呀 好 四号还是可以了 还是挺大的 不过也不能怪朱阳害你嘛 雷佳音自己也没有躲过命运的齿罗啊 五号吧 看到没有啊 这个满意吗 满意 在哪啊 不是战最后吧 这个满意的话我们站这边来 你的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谈了也得套呀 这你能怪谁 还是太嫩啊 看到下一期预告 这两位幻男冤家还在互相伤害 岂不是更难逆风翻盘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点强心秀 逛新品质上强包小学和强心更开心 我是希希 我觉得大多数女生最喜欢的季节呢 可能就是夏天了 因为可以露锁骨露腿 而且还可以穿漂亮的小裙子 心机搭配全靠个人水准 那么这个时尚感从后而来呢 我们可以看看女明星给我们的示范和单 比如说大秘鸟永远是不分四季的夏衣失踪鼠 看看这个身材比利拉的 妥妥的腿长两米 但有些人就说了 我没有大长腿怎么办呢 那大家就可以学习一下 娜娜 露一露小锁骨 然后再穿一个小裙子 你就是小仙女本人啦 那有些人就会说了 哎呀 我这个上班怎么能这么穿呢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需要好好上课啦 打扮呢 当然需要分场景咯 所以今天龚老师呢 就带着穿大神器小黑盒 帮大家直接打小抄 最新搭配一步到位 大美的小仙女呢 也是需要搬砖讨生活的 所以办公室的穿大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哦 你怎么让今天开会的时候 不会遇到帅气的小哥哥呢 所以今天天猫小黑 又给大家推荐 比较单品的就是白衬衫 可天可言 而且呢还能帮你 地域办公室空调的寒冷 是不是特别的全能呢 当然啦 这个简单的单品搭配就特别的重要了 所以大家可以学习一下霸气总工 刘涛 白衬衫的一百准穿法 轻松 GET 那我们平时呢当然需要劳逸结合 那我们怎么在茫茫人海当中成为这条改最老的仔呢 大秘密的下一师综述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总结起来呢其实就是露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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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的拉长腿的比例 这样呢整个就会显得特别的高挑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不够瘦呢 也没有关系 可以上天猫小黑盒挑一下比较宽松的上衣 或者呢小小的A字裙 这样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解决啦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正合戏来了 那就是运会怎么穿 相信光老师 十个直男里面有九个都喜欢女生可以穿裙子 但是怎么穿裙子呢是有小心机的哦 比如说纳扎这款就特别好 既露俗骨又露肩膀 室温 有几个小哥哥顶住 这样的铜款呢 大家可以在天猫小黑盒上面get 另外呢 这个电影院里这么冷 穿这样的裙子呢 一不小心就会拉近跟对方的聚饼 如果再一不小心 把对方的外套顺回家了 那么下一次约会的理由 是不是就有了呢 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不仅客上要多记笔记 客下呢也要去天猫小黑盒勤家复习哦 各种夏日穿搭新品 我们都在上面已经妥妥的给大家准备好了 更新品就上天猫小黑盒 抢新跟开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世界很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